中朝第25轮,缺冰少将的天津全剑客场2比3不敌山东鲁能,未能从济南带回分数,球队惨遭四连百。 不过,对于球队的整体表现,老板树玉辉却非常满意,赛后,树玉辉特意开出不菲的奖金,鼓励全剑将士们的拼搏的精神。 其实,输球罚奖金,全剑并非中朝头一家,上赛季北京国安也这样干过,本赛季,中超二年级升天津全剑遇到了不少困难,从赛季准备期开始,已经谈到八九过离十,的内缘都正最终为能加盟,下窗转换,万元维特赛尔又强行转换多特蒙德,另一万元莫德斯特不辞而别,至今未归,现如今,连教练暴罗 也提出辞职,全剑只能临时让沈祥福带队踢了一轮,在人员不整,缺兵烧将的情况下,全剑在鲁能主场,表现出了不足的战斗欲望,虽然开场不久变0比2落后,但全剑并没有放弃,连追二球并且制造了多次进球几乎,若被鲁能泰山的门框三度拒绝全剑的射门,这场比赛的胜负还真不好说, 或许正是被球队的战斗精神所感染,赛后天津全剑队投资人树玉辉宣布,即便球队输球,依然会用奖金给球队鼓励,树玉辉说,球队目前还名不理想,这根本上不是球员的责任,观看这场比赛, 我觉得大家已经尽力了,输赢不重要,大家拼了就好,所以我决定给球队额外的奖金奖励,输球罚奖金,并非天津全剑首创,上赛季中超首轮比赛, 古改后的北京中和国安足球队在首秀中,客场一到二负于未免冠军广州恒大队,比赛中,国安展现出的精神面貌,和进攻端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,赛后,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,决定向球队发放拼搏奖三百万元,金额与营球奖持平,上赛季周金辉的三百万奖金, 将国安拿到了三轮不败的战绩,这一次,树玉辉发出的输球奖金,不知能否帮助全剑阵犯士气,赢得下面比赛早日宣告保极成功。